重大自主创新成果 自主研制的曙光5000A超级计算机 让我国站在了世界信息 尖端科技的最前沿 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能自主研制超百万一次 商用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 科学技术的事业 应该说60年来 在艰难中起步 在改革中前行 在创新中发展 取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 它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 民生改善 和国家安全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8年8月8日 奥运生活灰影北京 一幅日资奥运 科技奥运 人文奥运的壮丽化卷 徐徐展开 在奥运期间 由我国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75辆混合动力轿车 被编入出租车队 在北京市区行驶 出门打个新能源车 成了街头一街 500辆新能源汽车 辞呈在赛场内待 在奥运时尚 首次实现了奥林体和中心区域交通零排放 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光伏电站 半导体照明技术 科技奥运的1200多个科技项目 让我们的收获超越了金牌 让天涯尽在咫尺 让沟通没有距离 随着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实施 我们建立了一企业为主体 产学沿用相结合的 TDSCDMA自主创新体系 为中国民族通信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赢得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而高性能宽带信息网 3T9关键技术的突破 为实现三网融合 构建下一代互联网的目标 提供了一条技术上可行的 规模化应用的有效路径 上天入地下海 是人类向自然界挑战的三大壮举 也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 资资以求的三大目标 如今航空摇杆系统 极有天地 水下六千里机器人 龙翔海雨 而中国大陆科学算盘工程 则在地下五千里 知情望远镜 仰望星空 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深邃一线 这个最近刚通过国家 大科学工程演说的大家伙 叫拉茂夫 是完全由我国科学家 自主创新设计建造 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大口径 兼具大市场工学篇文 小博物理计建造